欢迎收看全民风车霸 大家好 我是乙辰 又到了谁来赏车这个单元了 那谁来赏车这个单元呢 通常我们会请来宾来 然后我们来了解一下 他的兴趣喜好是什么 那么我想今天这一集 谁来赏车是历史性的一集 有男子汉来了 我们欢迎阿梅梅仙志 哈喽 乙辰好 全民风车霸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梅仙志 其实之前大多的作品都是拍很多偶像剧啊 然后去年也转网节目发展 所以去年有去参加全明星运动会 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我更多资讯的话 就可以上Instagram搜寻梅仙志 或是脸书都找得到我 那我最近也是个表演老师 所以大家也可以来 欢迎来报名我的表演课 我这样会不会工伤太多 无情就工伤进来了 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一般人不太会有表演的需求 话说回来 你今天来上的是一个汽车节目 嗯 你怎么敢来 你真的喜欢车吗 我跟你讲我期待很久了 因为我一直都有在看你们的频道 真的吗 真的真的 那最近一台车是 你说 你说 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挑有兴趣的来看 是是是 你有兴趣什么样的车呢 我其实比较喜欢仙辈车的车款 我喜欢户外运动嘛 常常看到大家开一台仙辈车就是 后面可以倾倒嘛 就是分离嘛 然后就是你浪板就放进去 我常很羡慕这种生活 因为我不是从小就对车子有兴趣 我大概是到高中大学18、19岁 才开始喜欢车子 那那个时候对于那个车子感兴趣 是一台仙辈车从我面前这样经过 那我就觉得哇太可爱了吧 就是怎么会有这么跟平常一般的 那种四门房车长得不一样 我就有点像那个侏罗纪公园 那个恐龙眼睛一打开 你就看到第一个人 你就认那个是爸爸妈妈 本身阿梅是软身的是吧 你是什么 你是鸡还是鸟是吧 一睁开 爸爸 妈妈 第一眼就认定了 对就是那时候在路上 开始对车子感兴趣的时候 就是一台仙辈车从我面前经过 对 好 OK好 我们已经充分的了解了 完全没有问题 这根本就是泄题了 好不好 知道我喜欢哪一台 OK稍等我一下 我们 处理 阿梅 久等了 请看福斯Golf 280 ETSI R Line 不是 Eason 我在开始之前我想问 嗯 请说 你是平常有在问世吗 还是你是半仙 欸太准了吧 为什么有问题 是啦 这边在今年一定要找Golf啊 为什么 它从1970年代推出到现在 50年左右 从第一代一直出出出 出到现在第八代 然后在台湾的销量也很好 所以合理推断 Golf 有没有中 真的超准 你觉得它怎样今天 厚实的锡主 不是 哈哈哈 哦 真的有研究 是不是 我没有唬烂啊 对啊 虽然大家都会讲说 Golf到现在为什么 好像那个 长得都蛮像的 可是我觉得 那就是因为它经典啊 它的元素都一直都还在 所以你看我们不管是 八代啊 或是七代 它都是很升值大众的 那个Golf的车型 就是烙印在大家心中 哎呦 来各位 掌声鼓励一下 你看 请男来宾跟请女来宾 肯定就是不一样 一千送好 找壮壮来 嗯 什么呢 然后另外 Golf这个车系 为什么这么经典 除了 时间 对 历史 很长远之外 它其实还有很厉害的地方 什么地方 Golf呢 它曾经代表了福斯这个品牌 去争取 前驱之王 福斯就是由它来争夺 性能 速度的代表就是它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归到现实面 例如说有一些配备啊 以及一些细部的东西 要看你喜不喜欢 或者是你有没有发觉 其实以八代的配备来讲的话 IQ Lite 它就是基本上标配 自动远光灯 自动切换 然后包含日行灯 像现在很流行的就是 左右贯穿到头灯里面 所以晚上的时候 你从正面看 它是一大片的面积 我跟你讲 日行灯 真的 我常常在后面啊 有时候看后面很亮 一看一条 我就啊啊啊 未来的车子 哦 已经预定了 未来车主 未来车主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R 那就代表它有一个R的套件外观 对 看起来会比较运动 对 来来来 我们往后看 来这就是刚刚提到的嘛 经典的C柱 对 对不对 这个造型非常的经典 是 然后铝圈 18寸 切削 颜色呢 是现在很流行的色情 墨兰迪色 墨兰迪 墨兰迪 墨兰迪是什么意思 一个人 哦就是一个人 一个人 但是它是一个艺术家 它创造出这个色系 OK 都是这种比较回街的 包含在尾巴的时候 哇 iqlite看到了 也有 然后尾门最经典 logo 压下去上线 舒服 舒服是不是 而且我很喜欢它八代 就是名牌是在中间 至中 至中的名牌 对对对 我有点至中屁 啊 这个强迫症 对对 有点强迫症 那我带你去看那种 上车 直接上车 对对对 没有没有 我们等一下再上路 不要急 不要急 太心急了 你有点情调好不好 对不起 因为太兴奋了 先了解一下 新世代的车怎么操作 我们等一下再上路安全第一 OK 好 没问题 这边 我打个岔 我这样会不会真的很像是一个 很熟的真咖啥的感觉 很熟啊 你那个年代 我那个年代 你现在从千禧年过来的嘛 对对对对对对 你们那边千禧虫还好吗 还行还行 没关系 千禧虫这件事情很快就解决了 很快就解决了吗 很快就解决了 OK OK 然后之后冠军会是那个 小熊队 欢迎来到未来世界 欢迎来到未来世界 然后这个萤幕 你平常开车会使用 例如说收音机 对对不对 然后包含导航 它也在里面 那当你使用导航的时候 这些资讯 你不用弯头看 因为它会整合到 前面的电子标板 所以你只要看着前面就好 那当然如果你是更进阶 更要求的 抬头显示器 对 你可以选配抬头显示器 但是不一定 就看个人 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棒了 因为像我 就是装个手机架在这边嘛 就是以前的车子 就是它没有那种 你必须装手机架 对不起 千禧年 没事 没事 千禧年 好 现在线都可以免除了 因为如果你不想要用原厂导 那没关系 可以连接手机嘛 对不对 对 有没有听过Apple Cup 和MJ1 当然 这是现在必备的 必备 但是是无线的 都是无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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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包含了 你很熟悉的排挡感 现传了之后 就会有电子手刹车 通常会一起搭配 是 那这样电子化之后 它可以让你的车更安全 支援更多科技的东西 举个例 它可以自动跟车 跟到完全停下来 控制你的刹车 就是靠这些电子的配备 对吧 包含车内的氛围灯 这个可能要晚上才看得出来 但是晚上的时候 也比以前的车漂亮很多 因为更有氛围 更有情调 这个是比较大的改变 但你说细节的东西 以前的车有 现在也有的东西 有没有 有 有没有进化 也有 例如说什么 自卑架 你的设备自卑架 有啊 这个就是在童中求艺 真的耶 还要更好 在这边我要跟大家讲 我再次的验证 阿美绝对会是一个 温暖的好男人 怎么说 因为你看 他看的是什么 看的是科技的东西 对不对 便利的东西 而且很注重安全 但是你看他从来没有提到 我们现在一上来做的 这种跑车座椅 很显然的 他不是那种 一上次就 啊 就露怒 油门一拜这样 对 它不是 但是其实你看 这个跑车座椅 它是很漂亮的 你知道吗 我每次看你们的频道啊 我都听到包覆性 包覆性 包覆性 对 我感受到了 你感受到了 就是有一种 你被温柔抱住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 然后还有它的材质啊 还有很经典的什么隔纹 我跟你讲 德国车 你是喜欢Golf呢 还是你喜欢德国车 其实我是喜欢Golf 慢慢认识德国车 因为一开始你认识他 我也不知道到底谁是什么 是哪个国家做的 是慢慢的了解之后才发现说 原来Golf它是德国品牌这样 所以你对德国的印象怎么样 德国的印象哦 就是觉得他们很有个性 然后比较tough一点 比较硬一点 对对对 他们的确是做事是一百亿 一百亿 有时候我们在海外世界 遇到一些德国人 真的就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 怎么说 讲到工作他们是很震惊的 对 非常震惊 但讲到喝啤酒又不一样 他们也是很震惊喝啤酒 他们喝啤酒也是不能开玩笑 所以他们是认真面对 对待每一件事情 它也展现在德国车上面 所以为什么台湾人很喜欢开德国车 就这个样子 这样了解的话 了解 了解的话 心理准备做好了就要 我开吗 当然是你开 难道是我开吗 哇 这个是我开好几次了 那我就不客气了 请 要小心哦 不然这边有一张单子的话 这个 阿美你先体验一下 对 你等一下稍微有点心得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来问问你感觉如何 但是我要先了解你一下 你平常都怎么用车 怎么用车 其实我是一个蛮喜欢开车的人 就是平常 因为我当初会买车就是因为拍戏需要 我们有时候拍戏的点可能是在外线市 所以就变成说有车比较方便 其实我很享受那个 我们要到拍片现场上工前的那段路 就会变成是很像一个魔法隧道 就是在开车过程中 你会开始慢慢的变成那个角色 哎呦 对 然后收工的时候 你也会慢慢从角色变回原本的自己 所以我是很享受那段独处的那段路程 我觉得开车本来就是一件浪漫的事 它就是一个唯一一个时候是你手握方向盘 你哪边都可以去的时候 你不用去依赖任何人 一方面是喜欢开车的感觉 二方面是因为 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 我也是很享受 就是我们边开车边闲话家常 然后就是大家很舒服很chill 它是一个很舒服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其实我今天是第一次开这个山路 终于理解你们 你们每次看你们的片子里面都会讲说 给驾驶安全感 给它信心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在弯道的时候 我是会蛮明显的感受到 脚放在刹车上的次数 也没有我原本开车习惯的时候那么多 就是真的有感受到所谓的 车子给驾驶信心的那种感觉 对 我跟你讲 这个就是德系欧系底盘的魅力 真的有开车才会知道 这就是德国车啊 真的 就是这个样子啊 然后呢 它的内在我也要让你了解一下 它的排气量是1.5升 1.5升 最大马力大概150左右 150 最大扭力是25.5 搭配双离合器 7速变速箱 DSG 对 不止这些 它还有电的加入 还有48V的轻油电复合系统 在一开始起步的时候 都是车子最重最吃力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加入了电能 用电动马达 它会额外的给你马力 跟扭力来推动它 所以你会觉得 这车怎么那么轻快 那么轻易 就是因为电动的加入 但是不讲 其实你是没有感觉 然后你可以 现在比较熟了对不对 对 你可以尝试用它 不同的行驶模式 来体验看看 这边有一个MODE OK 哇 运动 看到运动就 心率就跑起来了 好男人 阿民要来试试运动模式 我明显感受到 方向盘 跟我的Civic有点像 就是比较扎实 变重了 对变重了 对 讲了这么久的温暖 原来我是适合运动的 大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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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比如说我如果真的是车主 我跟车子在熟悉一点 我可以很知道 怎么去顺手操作这些模式的时候 就可以随时的去做更换 我觉得这点很厉害 这样你可以想象了吧 其实不止这个驾驭模式 其他当你熟悉的时候 你使用起来都会更得心 你之后 包含了声控的东西 对 你可能还不熟悉 但是之后 全部内化 全部个人化设定完之后 你跟它的连结会更新 就是初号机 我现在跟它同步率越来越提高 大概也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或阿凡打这些 产生连结 产生连结 冲啊 阿斯巴 有了 阿美邀请你看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这边 我们现在是舒适的模式 对 好 我们在切 我听到 我听到 他在讲话了 他讲了什么 卡卡吗 但其实你说离它的极限 其实还有一段 其实是还有 对我知道 对啊 你怎么了 我刚刚在回血 回什么血啊 大家可以去 我们到时候会放花絮 到后面看 到后面看 才发现我们可能 这跟那个电影一样 那个Lucy不是想说 我们人类大脑 大概平常用不到百分之多少 我们才发现我们平常开车 可能用不到 它的功能可能百分之十 是 刚刚自己在开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在车上讲 它超出我的想象很多 发现它其实 真的给了车主 不管是比较热血的开 或是我们 瞬间切回舒适 这样慢慢的开 其实它都可以给我不一样的 的感觉 而且可以不一样的 驾驭的乐趣 这样 其实就是有一种安定感 我说不上来 就是会有一种很 不管是我自己在 慢慢这样开 或是你刚才让我体验 接近它的极限这种感觉 我都觉得被保护的还蛮好的 而且个性转换的很快 要闻要捂 瞬间都可以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今天GOLF 在你心中 又落下了什么样的印记呢 就在我心中落下了 好了我们去签一下 不是 我们没有在买 没有啦 请你去斩尖自己谈 好不好 请你去斩尖 请你去斩尖 好不好 对 好我想今天阿美的心得 应该是非常满啦 因为他私下也跟我聊了很多 关于这台车 他今天的感受 更细腻的细节等等 我相信在过不久 可能有机会 呃 圆他自己的梦 但不管怎么样 如果对阿美有兴趣的话 欢迎追踪他的粉丝团 追踪一下后续的结果 是怎么样 好我期待可以让大家 早点看到我那个 那个分享 那条红线 是是是 红色名牌 是是是 或者是 R 对 或者是 ETSR 都可以都可以 自己谈 自己谈 对 OK 好祝你一切顺利 感谢 谢谢你们的邀请 我今天非常的过瘾 谢谢阿美来参加 谢谢 感谢感谢 谢谢大家 那么下一集 谁来赏车 到底又是会谁来出难题 我们敬请期待 OK 我是怡辰 我是阿美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